另外一个生活必备品就是我们眼前的这个颈部的按摩仪器 我正在寻找一个这个东西 太好了 因为我们现在最主要的一个问题 年轻人嘛一般都会爱玩游戏 他可能躺在这 哎呀一会儿我的脖子就酸了就痛了 如果说买一个大的按摩按摩椅的话会很不方便 如果说条件不好的话可能也买不起 就是说的很实在 购买力度可能没有那么高 所以这样一个颈部的按摩仪器是非常的轻便 而且便于携带的 没错 所以说价格不是问题主要是轻便 你不可能背一张按摩仪上飞机 但是我可以背这个上飞机啊 是的再说一下它的使用呢 就是这边呢有一个按键 我们按三秒它就会启动 它这已经都启动了啊 然后呢我们最开始是零档 我们可以先把它放到自己的脖子上 我们每个人所承受的这个程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用它的时候你可以拿我们身边的这个遥控器 它有一个加减档 最开始的时候是零档 然后慢慢的你可以向上加 可以加到第15个档 哇 可以 还有15个档位 应该根据每个人的那个颈椎的状况啊 因为有些人颈椎好 然后 哦 它能承受的那个比较敏感 有的人到可能颈椎 比如说低头足啊什么的 要敏感 或者老年人 它的受力或者怎么样 很大一点 它的电流可能就增强 有15个档位 同时还有这个加热 因为老人嘛 总会有风痴啊 或者颈椎病啊 这一块的症状 它可以有效地去缓解这部分的症状 这个好好 对 它加热之后呢 还会促进我们血液的循环 让每个人这个青春焕发有活力 对 缓解脖子酸痛的问题 是的 那我觉得按摩加上这个热肤 这个功能还不错 对 哇